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是4月9日的AJ Margin生 有没有声音有没有话 如果没有声音的话你们要通知我 我试过好像人谋没了声音 总之现在没有声音的话你们要通知我 不如我来听听有没有声音 是否我这个电话的问题 现在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和我们一起看直播 有小珍在这里说有人回答了OK了 真是谢谢你 Mae Fulo Barry都说声音没问题清楚 好了 我知道了 我和那个Bluetooth配对 所以Bluetooth应该听到耳朵的声音 Mae Fulo Barry都已经写定想看什么股份 Ivy都写定想看966 我们稍后逐一时间和大家看看股份 好了 上周五美股急跌 本来都很担心会拖累港股今早的表现 但看了ADR又不是跌得很急 所以都是要观望先 还有今天又回北水来香港 不知道会不会有产股的事 好了 上周五的美股 道指 纳指和标普三大指数都是齐齐急错的 其中道指更加跌超过2% 其实纳指跌幅也是超过2% 整个星期计道指上周下跌了171点 两个主要受到影响的原因 包括非农的新增职位远比预期差 和贸易战升温的夹击 说回数据 美国劳工部公布 美国三月份非农业新增职位10.3万个 低过市场预期的增加19.3万个 说差很远 和失业率又回到4.1% 预期是4% 还有始终影响着 现在大市的气氛 就是中美贸易摩擦还未见平息 第三就是美国大型业绩 接下来又会开始业绩期 首先打头阵的就是金融股 今星期包括贝莱德 富国 花旗 和摩根大通都会派业绩 至于港股方面 ADR不是太差 因为ADR预视着港股低开85点 还有今天进入北水 技术上也是一般的 上星期 也不是上星期 其实也差不多两个星期 失守了上升通道 底部之后 还未上升 和100天线还未修复 移动平均线 全部向下跌头 都没有了 所以之前的低位 就是2月9日 29,129点 真的要 妄实了 这一天的低位 如果穿了之后 就要进一步审神 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一些 和深一些的调整浪 当然 中美贸易是否已经 磨擦 到底已经反映了很多呢 还有 其实要看看 双方角力 那些 语气 市场的气氛 很难说 很难说 阿Nette 都说 川普又说和习大大是朋友 找了我们来搞 另外 今天 有北水 因为内地股市 在两夜的清明假期之后 今天也是服市 也是留意着内地股市的情况 我又在想 其实中美贸易关系 也影响股市的气氛 美股就搓来搓去 那么中国 会否因为 不为了面子 或者什么都好 会顶着股市呢 这是我自己想的 好了 我们来看看大市指标 强势股指数 是略为靠稳 没有再跌下去 17.1% 但是弱势股市指数狂升 升到6.4% 到55.8% 另外 长线和中线市款 也是靠稳 升到1% 短线市款 仍然非常为制 继续站在30%的留下 好了 今天的个股短评 不如看一看 落幕 3993 之前我们看过很多次 这只个股短评 说过很多次 我们不如看个 是的 它其实还是一个上升通道 但是已经很接近通道的下面 其实可以再过一点 我们先拔走这个 还有开一个trend strength 就是那个长线绿灯 其实它仍然在维持长线绿灯 去年5月就出了长线绿灯 当时是在做两个绿灯 至今仍然是升了超过一倍 现在仍然维持着三个绿灯 而且它跌跌下 又回到这个上升通道的底部 希望它去到这个底部 就会有些反弹 如果可以考虑长线看好的 可能可以考虑一下 看看这只落幕3993 很多人都想知道 因为它之前升得这么紧 又比较贵 什么时候可以入市 之前做过高位是6.96 两次去到6.96就会掉头 保守点 如果上网看目标 我们都照看6.96 如果升穿了 可以再调整目标 这个应该是历史高位 是的 都是一个历史高位 这就是落幕 好了 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 想看其他股份 刚才好像一早已经有个朋友 很聪明的 就想看一七二八 好 一七二八正通 起车 灯号就一样 四个红灯 而且它由去年十一月见顶开始 就有一个下降通道 就越来越明显了 那形成了一个下降通道 出了来的 那 是的 那现在都没有去到通道的底部 那 还有如果它 反弹呢 都会受制于通道的顶部 那它都是比较弱势的 它跌穿了之前一个比较长的成家立民集区 那如果要看下面的支持位 可以试一下上次低位 5.37 如果万一真的守不住 可能要回到下一个的成家立民集区的顶部 大概是4.9的水平 那也是一元的 因为我们在去年十二月就出了一个红灯 当时大概是七个半左右 七个半 如果你当时无辜 它都试过反弹到八个半的楼上 但它出了红灯 真的要很小心 所以灯号也很有用 就是这个意思 它虽然是上回到八个半 但我们这里仍然是在红灯 那它就是一个 上回到八个半 又灯下来 之后又再上回到七个六 但始终都是弱势 所以又出了红灯至今 其实都跌了很多 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 简单可以计一计 这个红灯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 去到现在呢 就跌了是两成一 那如果它一直都没转红灯 就都不太反弹了 都比较弱势一些 好了 除了正通 正通呢 其实 汽车股 我们可以 不是 汽车股板块 稍后再说 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想问其他问题 张志文问这二三一八有没有混合啊 好 我们看看 平保先 其实上个星期 它有几天都不太跌了 但是它绿灯都未反弹 都还是维持着一粒的绿灯 但是去到这个位置 其实去到2月9日那位 就77.5大家都不敢再沽了 那是不是找到支持呢 那又 然之上了 因为这里一个成交丢物集区的底部 是应该是会先支持住的 看看拿下几天 但是那些移动平均线 全部正在向下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它那个RA图 RA图都是一样的 这个向左向下摔的 去着落后的方向 那它都未咬腰 那似乎都是一样的 这个平保 可以参考一下 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它已经穿了颈线 就是大概80元这个水平 去到颈线这个位置 它就虽然不肯再落 但是如果你现在想搏反弹 就要自己考虑一下 下个风险了 好了 Alan就想看27 27这些很明显强很多 你看它完全 这个W的形态都不是的 完全是一个上升通道的形态 五粒的绿灯 这些就是比较安全 如果我选择 我也会选择一些强势一点的股份 包括就是 例如就是这一只 银鱼 或者澳门股的板块也是不错的 另外周各位想看101日 医药股好像是上个星期 跑赢的板块来的 但是这一只 还是在红灯 但是呢 零粒的灯 看看可不可以呢 其实它之前 就是去年12月出了的红灯 之后呢 曾经跌到过六左右的水平 这一只 就远远跑落后于其他的医药股 到底是不是它其实 本身基本因素 有些东西要斟酌呢 还是它的业绩有些什么问题呢 那我现在很难即时跟大家说 但是如果它是比较落后的 最后落后概念 是不是可以OK呢 之前有个高位 大概是两个二左右的水平 不过都是只有三毫子的水位 那如果我选择 我就选择一些强势的医药股 好 另外一只三八八 我先看看 三八八好像也借了很久 有点像平保 它更坏 它比市场坏 它已经跌穿了2月9日的低位 上个星期的低位 就是见过248元的 其实也是去到一个关键水平 也是跌穿了2月9日的低位 跌穿了之前11月23日的高位 有可能都是要再沉底都未定 就是它都未 最起码你出现横行的区间 才稳定些 不过它呢 绿灯又跌到只有0粒 那技术上面这些讯号 也不是一个强势的股份 那未必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越民上个星期入了 越民上个星期 它创了上挂牌以来的低位 很惨 上个星期的低位 就低见68.7元 其实都不炒这些 现在强势板块是药股 水泥股 这一类科网股 反而就像腾讯那样 还有 其实美国科网股 纳指等等都是比较弱的 这一段时间 所以越民被遗弃都是不奇怪 是不是 那我就觉得如果你未进的 就不要入住了 因为现在它是未有绿灯的讯号 所以也都 我们可以看个RA的 RA应该有的了 因为它刚刚新上市 就没有绿灯红灯 那它看那个动力和表现 都是向左向下摔紧的 都是在落口方格 所以这只就不要那么冲动了 而且它仍然是六十几元价位的东西 都不是说很吸引 好 咦? Couty想看那只941 941也是很小的股份 和那只鸾通也是很差 你看它仍然是一个红灯的水平 负三颗的红灯 还是在这个几年以来的低位那里 虽然它就再没有跌下去 但是它都完全是反弹乏力 你好像上一次那样 走了几个月的横行区间之后 升了一点 又再等一格 那它现在似乎的样子 似乎是继续横行区间 然后再跌一格 那大家就看这位了 因为下面虽然没有什么成交 那麦集区没有什么蟹货 因为都没有什么人买了 但是还是一个非常弱势的 负三颗的红灯 其实这个红灯都出了很久了 随着中间间变成绿灯 但是都没有什么运行 就算出绿灯都要小心一点 都未必说等于是真的绿灯 好了 那今天除了要留意着 刚才就是洛阳木店 3993 那些中美贸易类股份 即是航空股 出口股 那些手机类相关股份 今天要留意着之外 那我们可以再讲一讲 这隔离汽车的 它已经公布了 就是上个月三月份 那个汽车销量 那它就今个三月份 汽车销量是12.1万部 按年增长3.9 但是它上个星期终于出红灯 所以都是要小心一点 对了 早几上个星期出的 那之前低位是去过20元 那我们就看着下面20元做支潮位先 希望去到20元有些支持 那其实去20元就算有反弹 可能是一个窄幅的反弹 吉利和整版汽车股 都似乎有反弹 没有升幅 另外一只比亚迪 也是公布了三月份的销售数字 其实也很相似 这只比亚迪也是脱底的 它现在是负四颗的绿灯 但是它那个三月份的数 其实是OK的 那三月份的期内汽车销量 有四万三千部 新农业汽车占1.4万部 它就是比起二月份 二点几万部的销量 就增长成六成的 大家单看这个三月份 汽车销量的数据 其实就不错 但是一头看它那个股价走势的技术 就不是很理想的了 因为之前就跌穿了 成家林物集区的底部之后 就直接是裂口地跌 有个大裂口 出了这个长线的红灯 一出已经是四颗了 其实都是一般的 这些是要小心一点的 整个板块它都是不好的 另外就是 上个星期是只有广气好一点 因为它是十送四 其他长期都很差的 它三月份的汽车销量 8.8万架 按年增长3.3% 那个长线是红灯 负五颗的红灯 穿了这个底部 即是这个八个半 这个几次的底位之后 其实下面就深不见底 也是穿了之前 去年五月的低位 我们即使保守一点 都是要看六个七才有支持的 要回去2016年11月的低位 这个又要小心一点 其实去年11月出了红灯之后 其实它是反弹过的 但即使反弹过 它未出绿灯 都不要那么路定 就是拼反弹 如果你这一下 它未出绿灯 你就拼反弹 其实都是 纯粹拼反弹就好了 如果拼不碰的 最好快点就止蝕走人 另外就看了万科 也是公布了三月份的營运数据 三月份的合约销售 是506亿人民币 按月增加四成二 反而你刚才看到了 几时的汽车股都是红灯的 内房股就比较个别 万科最近都是靠寻 区间上落 仍然有两颗的绿灯 另外看看有没有其他朋友想问其他问题 Alan想问3323 这些水泥股就差很远 我们看看图就知道 它仍然是维持着上升趋势 还有是五颗的绿灯 如果要选择真的想买东西 不怕市挫 其实应该保持这些 首先它是一个上升趋势 最好是上升趋势的 不要去到顶 如果去到顶的 不是说不行 它上升通道正在走 但是去到顶 可能会怕买贵了 但是它仍然是安全的 试过几次已经凸了顶的外面 这就是水泥股 它之后会变成全国最大的水泥股 这些公司应该都 暂时来说这些反而是比较安全 澳门股 水泥股 和医药股 是市场这一段时间 比较追捧的板块之一 暂时是这样 继续留意着 今天的港股 是否延续上星期感册走势 收视之后继续留意我们的报道 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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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